今天视频带大家去看 给一台价值 70 万加币的 法拉利 812 贴膜的拳筹 这是我的手机 大家对手机贴膜可能非常的熟悉了 我今天来到的是位于Bernaby 我身后的这一家叫做JRS汽车改装的车间 今天会到车间里面去参观一下 在车间内有一台红色的法拉利 812 的跑车 也在做一个汽车的贴膜 我们有机会去看一下 跑车的一个贴膜的工序是怎么样的 这台红色的法拉利 812 在加拿大的这款的售价是大概 70 万加币左右 同样的款式在中国以人民币购买 大概要 500 万人民币的样子 所以是一台名副其实的豪华的跑车了 废话不多说了 先到JRS的车间里边 跟约好的朋友JAMS 去打个招呼 走吧 Hello JAMS 谢谢JAMS 邀请我今天过来 你们在Bernaby的JRS的车间很漂亮 你好友子 欢迎来到JRS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车间 你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的是汽车车衣改色服务 还有一些汽车性能相关类的一些改装 我听说你这是一个从大学毕业 那个时候创业做到现在的项目是这样吗 对 当时大学大一的时候 我和创始人 我们两个人比较喜欢玩车 就一开始在家的车库里面倒腾一些车 然后后来发现 可以给大家一起提供服务 满打满算应该七年了吧 那后面请JAMS带我在你们的车间参观一下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 就这样 今天其实很巧啊 有一台巴依尔 我等一下回来跟你说 我们先看一下后边呗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改装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升降机 就是可以把车给吊起来 可以吊最多有五吨 我们师傅会在这边做一些就是排气的改装 轮毂 避震 换机油和赛道日的一些准备 我看顶也很高 它必须需要有这么高的层高 车子吊起来才不会碰顶吧 这边的话是我们客户计存在这边的轮胎 有一些是雪胎 有一些是专门跑赛道的和夏季胎 换季的时候回来换 这边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专门贴改色膜的地方 然后这个设备的话 就是可以把车抬到人这个腰这个高度 这个也能呈三吨重 施工人员就不是这样弯着 然后这边是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现货的改色膜 挑战一下James了 问一下顾客的一些习惯 顾客最喜欢改成什么颜色 或者大家比较中意的颜色有哪些 这个的话是一个时间段的东西 近期的话叫黑武士 就是完完全全都是黑 没有任何的银条 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 整车全黑 最近这个是比较火的 还有一段流行过别的什么颜色吗 粉色 所以男生会改粉色吗 男生也会改粉色 会 很多个客户都是男生 然后给他女朋友贴的吧 像这个摄像大哥DC呢 他是特斯拉Model 3 有Model 3的客户来你的贴吗 Model 3的客户也有 他们一般选什么样的 Model 3的客户一般都会选 比较好打理的颜色 像银色啊白色 这些就是不容易脏 价格跟颜色有关系吗 价格的话颜色 然后跟车的施工难度 和车的大小体积 比如说有的车施工难度稍微高一点 需要四天 有的需要两三天 那所以就是我们的定价 是根据每一台车来给你准确定 我有一个最SB的问题啊 用户自己买了能贴吗 自己买了可以贴 但是贴不到很好的专业的水准 如果贴的好的话 我们就都倒闭了嘛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培训 厂家 比如说3M Avery 都是非常大的上市公司 提供这些摩的厂家 他们都会有专业的培训班 所以我们都会去上这个培训班 然后回来再给客户贴 那我还看到一个特别的 问一下 JAMM有没有选这个 迷彩吗算 对这个是迷彩 有人会选这个迷彩这个 吉普 然后猛禽 F150的皮卡 哦 对那些去越野的去打猎的 都会贴这种颜色 彪悍的哈 对比较彪悍 再去前面看看走 这边有一套排气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呃这边一套是给Lamborghini Urus 现在卖的最火的一台SUV的一套排气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呃 加西代理的一个 非常火的一个品牌 叫IPE InnoTech Performance Exhaust 对我也是想问 SUV改这些的目的 除了我猜到说 哦声音会变得更彪悍 还有什么目的 没有了 其实排气这个东西 就是在日常的客户 会选择排气的话 就是为了把声音变大 可以没问题 这个很轻这套 对这套比原厂的轻了13公斤 这个是尾猴 这个是一个亮黑的材质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它的logo 里边的话是会有这种七彩的颜色 IPE的话 它每一套排气都有自己的编号 客户可以在上面 还可以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 都可以刻在这个上面 很个性化 非常的自定义 参观车间 这个空间是干嘛的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客户的等候区 客户可以在这边选一下颜色 同时看一下车间的施工 一些保养的产品 然后轮毂和一些配件 而且我看这个做了一个透明的玻璃 就是直接可以看得到 对 外边的情况 是的 是这样子 楼上还有 对 直接上 跟你走 这是奥了 他有自己的这个template 这个是数据是厂家提供的 这个东西叫专车专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引擎盖的两块 我选cut 他就打印了 对 就像这样掏出来 这个就是两片 但这个的话就是要数据要很精准 那James真的是毫无保留哈 什么商业机密都跟我们分享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们再到楼下去看看 好 没问题 然后让David和小明跟你讲一下 具体的这个施工和车子 这的话我可以拜托David吗 对 他是我们这边的专家 友子长 你好 今天我们刚好这里面有台法阿力的812 这台车呢 目前来讲是法阿力的V12旗舰车型 法阿力呢 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发动机 40年前就在用这款发动机 不断的改进 12缸是他们的一个经典发动机 马力做到800匹 每一台引擎呢 他们都会配一个专有的 法阿力从第一辆车开始生产 到现在这台车是第23万辆车 这辆车在加拿大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这台车起配价差不多是42-3万加币 像这台的话 因为这个车配置比较高 可能落地价在65万左右 对 将近70万加币了 是的 半套房的或者一套公寓 是的 光是选配可能就选出了一辆路虎的钱 哈哈哈 很夸张 这么伤害路虎 很夸张很夸张 然后问一下David就是 我们在这个车间里边做这么一次 跑车的贴膜 它整个大致的流程是怎样的 首先呢 向客户把车过过来的时候 我们先要做一个交车 把整个车检查一遍 然后我们都会一一做记录 然后最终让客户签字确认 那车你刚刚说很新 多新 1400公里 是车主提完车之后呢 一直也没有怎么开 先把膜贴起来 保护一下自己的爱车 了解 下一步就是干嘛 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做一个整车的惊喜 包括所有的缝隙 把所有的灰尘洗出来 孔洞啊 门把手看着很小 但它的弧度和它的贴的复杂程度是蛮高的 那像这样一个很细的部位也都要 你最后都会贴上吗 都会贴 这个都会 现在这个工序是在干嘛 这是贴膜的最后一步 把所有的边边角角都烘好 这样它会完美的贴合在车漆上 将来如果一旦有遇到下雨下雪 它也不会起来 也不会有水进去 操作的多张要除气泡啊 是的 这个是有温度的对吗 对大火小火 通常我们是用小火来收边 这样不会烤坏车漆 听着像做饭 跟厨师一样火候要掌握好 这个车配置比较高 很多碳纤维部件 包括后面排气的部分 侧裙 前面进气的地方都是要贴的 碳纤维部件都是要保护起来的 像碳纤维一旦发现有什么崩的 或者是有什么破损 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只能全部换掉 那这个单独这条换掉就要一万多 单独这条换掉就要一万多 我要车主我都不好意思踩了好吗 我看这么好的车的车主 都会来做这个透明的贴幕 它又不是为了改变颜色 模的你觉得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在哪里 最主要的是保护车原有的颜色 而且像这么贵的车 卖车的时候不是原车器的话 这样的时候可能会低个20% 这样它将来不管是自己收藏也好 将来卖掉也好 都会大大的保持它这个车的价值 如果假设你将来卖车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膜撕掉 它会保护你的车漆 你把这个膜撕掉之后呢 里面的漆不会有损伤 将来还是一个原车漆 关键问题来了 这样一辆宝马 宝马的鬼啊 这样一辆法拉利的812 我如果来找你贴膜 大概会要花多少钱 差不多 好像6000块左右 6000加币 4400块钱人民币 对于这个车主的保护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嗯 没错 参观完毕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么一个贴膜的过程 首先要说啊 比手机贴膜复杂多了 对这个还是工序还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 做一个创业做到现在 我就做7年很长时间了 是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 能把生活的爱好 然后延伸到工作当中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所以我们因为在我们这边工作的 都是对这一方面有热爱吧 你觉得这个行业在温哥华是怎样的 或者说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 还是很不容易复制的行业 嗯 很容易复制 但是很难能够坚持下去 手工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很好去学 你要做到长久的坚持下来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能做7年时间呢 嗯 我觉得还是热爱吧 就是对 因为是喜欢 小时候不是爸妈都说嘛 做事情不能做一半 然后放弃了嘛 要做就把它做好嘛 大家就包括我 David和小明 我们大家都是带着这个理念 嗯 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车很名贵 你觉得是什么让车主 跑车的车主 嗯 他会信任把车交付给你们来做 嗯 这个的话 做的时间久 其次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流程吧 嗯 从第一次和客户见面交谈 到给出的价格 精准度 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当车主来了这边 接车的一个过程 所填的表格 然后施工的时候会给客户 如果更新所有的施工细节 我们自己称作为一站式的服务吧 我们都把客户当成朋友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客户能把我们当成是朋友 嗯 2020年的上半年感觉您的行业是怎样 很辛苦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跟车行是相关的嘛 如果车行卖不出去新车 那他生意受影响 生意受影响 我们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我们在疫情期间的话 也有改变一下我们的销售的方向 等于说现在也有网店 有网店的话 就是说可以买一些我们的周边的产品啊 相对来说 这样子就能带来一些的营业额吧 我问Gent最后一个问题 你已经做了7年了 我觉得不容易啊 还想做多久 嗯 能做多久做多久吧 哈哈哈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们做这个不觉得辛苦嘛 当作是一个很娱乐的 每天都很想上班 又是工作 对 又非常享受好玩 是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吧 嗯 像所有的探店视频一样 最后我也会要求James 给我的观众一个特别的deal 和促销的优惠好不好 好没问题 可以怎样给到大家 嗯 来观看您的视频 可以和直接我们的销售团队联系 可以取得所有的业务8折的优惠 哦8折的 很给力了 很给力 那那扫拉利的设置不开心了 哈哈哈 开玩笑 那所有是观看本期视频的朋友 只需要去添加JRS的微信的客服 出示一下这个视频的截图 就可以跟他们的销售 去要求一个budget的特会 还是省不少钱了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deal 也祝您的生意回应了一个新旺 好不好 好 谢谢友藏今天过来 对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谢谢你今天邀请我过来这边 哈喽 大叔 欢迎来到JRS 你是叫我野方书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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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